欢迎回来热情追踪 台湾社会里头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夜市里头的叫卖文化了 其实台湾电视购物的叫卖文化就是从这里延伸出来 夜市里头的叫卖天王说的天花乱坠 让人听到是悠然神网 不知不觉的就掏出钞票 餐身是台湾文化一绝 像是模仿天王郭子乾 在国中的时候就迷上了新北市树林夜市一个卖蛇的摊位 别的同学下课之后跑去补习 他就跑去听麦蛇人连眼带唱的话术 从肢体动作到一扬顿挫 他每天看到几乎是倒背如流 到最后反而是麦蛇人呛他说 如果你每天都要来学我说话 以后就不要来了 没有想到这一年的模仿 也为日后的模仿天王打下了好基础 接下来我们要带大家走入夜市 来看看这些画术大王的叫卖人生 还有这其中的画术到底有什么奥秘 这样子一落下 成统夜市里的拍卖会现场 就靠这一张嘴来炒热气氛冲高满气 戴先生你不要再看好朋友 你一位就是你戴先生 戴眼镜的先生来 你先开标来 我看看你 你不要乱落了 听我过而已 不要买了 我看你 看他的眼神 看他的动作和他会笑 他如果在介绍东西的他会笑 你要跟他聊天的时候他会回你话 有的人是你跟他讲话 他不会回你话 那就冷冷的在那边看 那种的可能就机会比较少 这就没有了 你还要多久 你还要多久 两千一够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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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夜市的叫卖的过程当中 为什么很多人都用很夸张的方法去处理 原因是因为他要很快能够掌握这个人的注意 而且要能够让他停留 这是第一要务 外面这边是980 我看他变成3B8 学者分析 当消费者进入五光十色的夜市 玩具竞标卖场 必须要让人的眼睛看到光彩夺目的商品 耳朵听到热闹非凡的宣传 才能赢过鼻子闻到的佳肴香味 阻止人的双脚走向美食摊 而停留在此地 吸引人潮之后 紧接着第二步就是要激起购买欲望 10% 做一个盘子 10% 我来说我送一个比较好的给你 我送一个高级防水旅行带给你 出国很好用 出国很好用 我来说我过年 我去香港设计才行 真的高级防水旅行带 出国成长的 以前都是用暗装 以前的叫卖都是用暗装 底下都是自己的 然后他会去出价 然后叫引诱客人上钩这样子 现场观众如果有很多人出手去买 难怪有的时候有人传言说 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些是自己人 有很多人好像要抢购的时候 就会变成其他的观众觉得说 这个东西如果不买就没有 有种急迫感 这次不买一定会后悔莫及 这是夜市拍卖会场惯用的伎俩 第三步运用人海战术 传统夜市交卖会在人群中设暗装 同伙不断喊价制造商品抢购热潮 并且即将销售一空 之后再下更狠的一技 就是拿人手短 失人嘴软的心态 客人上去这 来啦 这几次跟你们 去交付的所有朋友 有喜欢你就行 来 换一句送一件给你 你变得烦 在这不是换就买 这人要换就买 我就退出去我们家背 不用安装 可是我们会 我们会送很大量的小礼物 用这个小礼物去吸引客人来买 那三百不可怜啦 四百不可怜啦 四百不可怜好不好 好喔 会怕喔 不怕电器 打到开关开车 你不怕喔 你不怕喔 不怕喔 我不怕啦 你们家的事情来 四百不可怜 爱情我会 现在的起销成本了 到前面我们就是消架 有时贪有时了 我跟客人的互动会比较多 我介绍东西 变成不是重点 我介绍的东西 大概都是简单派过而已 最后一步就是与顾客担心 强调自己是在交朋友 而不是在做生意 只要郑无招能运用得宜 在夜市叫卖 几乎是无往不利 藍山吉川边 如果再下一个人 担会担会担会 要什么时间担 我要去台湾头担到担会 鸡人头担到向前面 鸡车担到鸡车担到鸡车 在叫卖的时候 我们都会先帮客人 底下的客人算命 就是一开始我们卖小东西 因为卖十块的东西 我们就会注意说 有哪些人会有购买的动作 我们就会先把这些人记下来 然后等一下我们卖到 比较大的东西了 我们就会去找 刚才有出过价的 在高度互动的情况之下 你使用大脑去做判断的机会 是比较小的 你比较可能使用是感觉在判断 所以这种急性的判断 做出来的决定 有发生错误的机会 是比较大的 今次无论不输 观众担不吃拼拼拼拼拼拼 如果再下车 稍等 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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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 让你先 充满台湾陵鱼 和顺口六的酵卖法 是在夜市酵卖 20年资历的夜生菌自创 眼观四面 耳听八方 小玩具 三鼻鼠大方送 拍卖物一口价不啰嗦 大家都是10块 刨刀都10块 刁刀也10块 刁刀也10块 林智林也10块 企刀也10块 都都10块 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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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快点快点 又要控制在一小時內 要賣掉多達一百件物品 而下下教的拍賣高手 不止這一位 買我的衣服 我不靠嘴巴 我是來這裡靠資料 市場買衣服貨比三家不是虧嘛 這也不是出個嘴巴 我隨便亂含 你有那麼呆嗎 你就隨便亂買 買到好的無所謂 你買到縮水你找誰換 我機會就那麼一次 我短短一個早上 這樣賣才好賣 才不會嘴巴跟你亂含又亂賣 你喜歡你的手腳你要快 我是難得這樣叫賣 我就那麼一天來跟你喊拍賣 款式多我數量少 大家也不會穿得制服滿街跑嘛 剛出來賣怎麼也是這樣叫啦 一百一百傻傻的叫 沒人理我嘛 後來就自己想一套出來嘛 要帶動嘛刺激這個購買欲啊 喊著喊著喊久就順了嘛 國語順口六獎的滔滔不絕 唱作俱家想要刺激購買欲引起興趣 一套獨家喜感叫賣畫術 北台灣服裝界赫赫有名的翔哥 縱橫早逝三十年 說學逗唱的技術叫他第一名 五六七謝謝 來感謝你再包 喊著眼淚帶著微笑幫你包啦 不是來這裡賣肉包 也不是來這裡喊菜包 肉包菜包 我也不會自己三個黑白包 買包會趕你來找我包 那如果沒那麼包不再那麼老 了錢賣 燒燒賣 一年一次在大陣夾大打賣 一百塊 一百塊 一定要有訣竅了啦 一人一套嘛 像貨品也很重要啊 衣服要是會講話 十件五件再包了啦 衣服不會講話我們就要噱頭啊 靠我們來帶動他們啊 帶動買氣嘛 我們自己進口的布料 自己的設計師設計出來的款式 完全照著上上禮拜 498起的微微雜誌 完全照著歐日美的潮流崩在走啊 我讓你真正的穿著高級 買得便宜 看得流行啊 順口六中 加入自家衣服的優點和特性 婆婆媽媽們雙手忙著找貨 眼睛忙著挑選 耳朵也忙著聽老闆的大吹大雷 不要懷疑 我就賣你這麼便宜 自己搬啊 一百塊 要命啊 一百塊 一百塊也是錢 掉在地上我都跑去捡 要穿穿好一點 一開始是兩兩三三的來嘛 那你當然就是順順的喊 順口六給它慢慢的弄進來 人多的時候 其實你喊得越快的時候 它是客人的買氣也跟著快啊 都是有差有帶動的啦 買衣服趁現在 剛好我有來賣 湊巧你有出來逛街買菜 正好我有這個品牌的跟你很配賣 懂品牌你就認品牌 有品牌的我還叫那個名牌 沒有品牌的我叫它什麼牌 我叫它做門牌 證明產品的稀少性 不易取得 那這樣的一個情況 通常會讓人家覺得不買可惜 也就是我們學底下所謂的認知不協調 因為當你現在覺得所謂認知不協調 簡單的講 我現在如果不買 我將來就會後悔 賣得太便宜 不要太懷疑 報紙有在燈 就是在這裡 只有今天 沒有明天啊 你自己挑了一百塊 台灣傳統購物文化 充滿著濃濃的人情味 無論是來早市或是誰啊七 這些人像是表演脫口秀一樣 台灣的禮語笑話 串在台詞裡 充滿詭諧又親切的話術 在人潮聚集的角落 是台灣街頭巷尾 最有人情味 最可愛的叫賣王 不管是購物專家 還是夜市裡頭的叫賣天王 他們只有一個目的 就是希望你掏錢出來買東西 而智利提倡環保的 美國前副總統高爾 早在1992年 就看出了美國社會 物欲横流的危機 他說 美國人擁有的物質生活 是前所未有的 但是生活感到空虛的人數 也是前所未見 2001年 有一本書叫做 《富裕流感》 就是剖析美國的購物狂病症 引發了轟動 這本書直指問題的核心 美國人越買越多 但是人為什麼卻越來越不快樂呢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